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尊敬的各位法师 尊敬的世界各地的心灵法门同兄们 大家好 感恩大家给了我这个宝贵的机会 为学要向大家废报的是 我是如何运用心灵法门的修行方法 来治愈我的甲状腺肿大和卵巢囊肿的 2008年9月 我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喉咙肿大 到医院检查 医生检查不出原因 只是说我喉咙部位少一个细胞出来工作 必须要吃药 如果不吃药 我的生命就会有危险 于是我就走上了漫长的求医之路 每半年必须要去中央医院抽血 复查和拿药 吃了两年多 没有什么大问题 到了第三年问题出来了 我发现我的记忆力严重下降 什么都忘了 最可笑的是有一次 我自己去市场买菜 骑脚踏车出去 却忘记骑回来 第二天早上便以为自己的脚车不见了 过两天去市场 又看见自己的脚车停在那里 这时才想起来 自己忘记骑回去 为了这件事情 我每天在网上寻找专家 打听到中国杭州有一间医院 专门医甲状线的 于是我和妈妈马上去看医生 医生问我多久时间了 我告诉他四年多了 医生说时间太久 没有办法医 只可以做物理治疗 我一听没有希望 和妈妈商量 还是回新加坡继续看医生吧 我带着失望的心情回到了新加坡 正当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之前听说过心灵法门的种种疾病治愈的神奇 我开始在各处寻找新加坡当地共修主信息 蒙菩萨加持 2012年12年12月5号我清晰的记得这个日子 我联系到了共修主邱宇师兄的电话 随后 22号去中央医院抽血检查甲状腺问题 25号11点看医生 意想不到的惊喜来了 医生告诉我 我血液的七项指标完全正常 我不用再定期回来看砖科了 再吃三个月的药 去普通医院检查一下 没有问题就是完全非复了 告诉大家 我后面三个月的药没有吃 但是我现在一切正常 我的甲状腺问题完全好了 2013年10月 我突然发现月经有点不正常 就去医院检查看看 什么事情 采钞检查的结果是 暖巢囊肿 暖巢旁边长了一个血流 难怪没有月经了 我此时修心灵法门也有一段时间 知道自己这个是业障病 医生检查确定是否良性还是恶性 检查前 我自己告诉自己 要有信心 肯定是良性的 因为台长说过 大悲咒每天四十九遍 只要你不再造业 你一定不会生癌症 我每天功课都是大悲咒四十九遍 我一定不会有事 菩萨一定保佑我 第二天去拿报告 和我想象的一样 是良性的 医生建议过一个月再去检查 再大一点就要开刀切除 我回家晚上拿报告给弟弟看 笑嘻嘻地说 姐姐肚子里面有囊肿 怎么办呢 弟弟说 姐姐你肚子长了一个牛子 怎么还笑得出来 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 你不怕开刀啊 我马上和弟弟说 我有观世音菩萨 怕什么 我回去念经 发愿 忍悔 郎总一定会和我说拜拜的 我弟弟回答 不可能 如果你消了 我马上念经 我说 好 你等着看好了 我回到新加坡 立刻诚心和菩萨忏悔 并发愿送一百零八张小房子 放生一千条鱼 早上在菩萨面前发愿的时 我泪流满面 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我八点许愿 十一点我来月经了 第二天我的血是一块一块的 我打电话给邱宇师兄说我的情况 邱宇说 晚静 你的囊肿一定消了 菩萨慈悲你 我十二月三十号去检查 我的囊肿真的消除了 心灵法门太神奇了 真心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卢君洪台长 感恩大家 最后再说说我家人的情况 我女儿今天六岁了 她早上起来会给菩萨上香顶礼 每天基本是一遍大悲咒 一遍心经 三遍准提 三遍欺佛 三遍骨雀真言 女儿和我一样 全数 你问她为什么不吃肉 她说吃肉的人没有慈悲的心 众生是平等的 我老公也念经 现在我们全家都修心灵法门 我每天都很精进的念经 做义工 逢法度人 每天礼佛都和菩萨发愿 忏悔 我忏悔我过去所伤害的众生 我忏悔我过去所造的杀业 我忏悔因身口意所造的错 我惜所造诸二叶 我经一切皆忏悔 我今生今世要用尽毕生的生命 跟随着观世音菩萨 跟随师父一起逢法度人 度人度己 请菩萨加持弟子拱挽尽的根本 保持正性 正念 正知 正见 消除 团 参 痴 慢 疑 增加戒定会 破米开悟 如理如法的帮助有缘人修心学佛 一门精进 我誓愿成为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把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发扬光大 永不退转 感恩那么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摩河沙 感恩大慈大悲 如君弘师父 感恩同修们 我的发言完毕 感恩大家 感恩大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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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